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苦力打工的经验也正是心智的操练 让别人看见他的与众不同 也让全联在激烈的竞争中 得以顺利建筑工研院育成中心 他是一个乔生 他一个人到台湾这边来创业 有很多事情他必须自己能够处理 喷到困难必须自己能够解决 那这个过程其实跟创业过程是非常类似的 也就是说你创业的时候会喷到很多困难 这个都是必须靠你的个人的生命力意志力 去解决这些问题 异乡求学磨出来的意志力 让他领军的团队快速在业界崛起 但看似一片亮丽的前景 却处处暗藏生死考验的危机 一场劳动家控告侵权的官司 让26岁的他第一次上法院 也第一次看见商场江湖的现实 对方的总经理说 他说这一群年轻人真不要点 他来偷我们的东西 然后偷我们的东西拿来赚钱 说是他们自己的东西 这个不是五五人格吗 这场官司最后双方和解 缠送的那四年 现今被法院扣住 客户信心流失 才刚冒出头的小公司 几乎无力招架 其实很多企业都会在这个阶段 这个叫死亡之谷 他的这个资金面貌周展的时候 在死亡之谷就飞而掉了 就被告那两年呢 对方很主动的去告诉 我们很多前世代客户群 我们被告 我们产品是有问题的 你最好不要用它的产品 因为迟早你会被钱累 他告诉我们供应商说 我们财务是有问题的 你不要出货给它 总算在工研院出面背书贷款 以及日本股东的挹注下 群联得以周转 在困境中继续生存 我们之所以愿意替他 某种程度来讲的背书 是因为我们对他有信心 所以我们大概也去跟一些银行说 这家公司其实是非常有潜力的 你们应该是可以 比较放心的把钱带给他们 官司一打四年 潘建成心力交瘁 一度想过放弃回马来西亚 回到久违的吉隆坡 两旁的高楼大厦似乎更多也更高了 当年潘建成离开的时候 著名的地标双子塔才刚动工行件 出了机场 出了机场往北走 沿途近是游棕和椰子树 潘建成的老家 在八十公里外的市庚庄 这是一个典型的华人聚落 人口超过两万 多为福建及广东移民 有八成居民靠种田为生 我们之间的典型 正在广东西 已经想到达到 爸爸后面的东西拿下来 这大根 这个是不没得加了 未睡了 我老公 我老公 我老公三的典 第一 第二 第三 三千 三千 和村子里多数人一样 潘爸爸大半辈子务农 年近六十 体力不在 目前在家附近 开了间小小的肥料杂货店 柜台前 几张当地媒体对潘建成的报导 还是潘爸爸四处搜罗来的 对于儿子的成就 潘爸爸没有多说 就像潘建成一样 也希望自己保持低调 我求一呢 你妈没空了 她回来很简单 背心 短腹 好了 去哪里都一样 也许看来看一个 骑骑摩托出去呢 我问我爸说 你相信那个是总经理吗 父亲 华人社会长子的压力 让今年才三十四岁的潘建成 梅雨间总透着早熟老练 九岁时就开始夏天帮忙 因为没有自己的农地 小小年纪的他 经常随着父亲四处啃荒 早上六点半骑摩托车去一个小时 我跟我爸两个人 我爸从开始种菜 从这方向左边的三十公里 一路种种种种 种到右边的三十公里 一直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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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有左人右舍 他们说那边有块地 还看起来很肥沃 然后种得不错 就反而过去那边 一家人靠天吃饭 曾经三餐没有着落 潘爸爸却咬牙坚持 要栽培这个孩子 1986年小学毕业 潘建成来到离家八十公里的 宾华中学就读 十二岁的他 第一次离家这么远 他去冰华的时候 我们带他去 途中了 好像后天要开始 我们带他去 今天了 我们要回的时候 他在楼上 我看他裤 真的他裤在冰华 逝逢假期 校园里听不见平日的喧哗 毕业十六年 重回母校 一切仿佛都还历历在目 如今 这个想家的孩子再回来 已是挑起意外营收的CEO 他人生的第一个起跑点 就在这个地方 我早餐 午餐 晚餐都在这边吃 大家都坐在前面 前面自己排 就坐在这边吃饭 然后排排坐 跟同学排排坐 反正去那边吃 潘建成在冰华念了六年 高中毕业因为成绩优异 留下来当临时教师 九个月的教学生涯 为他攒下了到台湾念书的第一笔基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